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日 最近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有一个举动特别的诡异 也就是他父子事务据细地公布了 地产王国的版图 涉及到什么 长时近日宣布发行总值170亿元新股收购李嘉诚 基金会旗下的四个基建资产的股权 那么但是他却向外界公布了自己全部的资产 其中根本不需要披露的数千亿地产项目的资料 也发布出来了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他要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香港的这些观察家们认为 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单纯要展示资产有价 股价被低估的问题 是另有用意 本人认为李嘉诚这样做 说明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他太聪明了 很多事都是什么料事如审即将发生的时候 他就提前准备好了这个方案 应对方案 预留方案 这一点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 你想大家想一想 就是这个三月份 韩正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呢 在中共全国两会 他向港区政下代表提出着要解决香港的这个防务问题 这个毫无疑问 现在中共已经掌控了香港了 习近平提出一个口号 我叫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就爱习的 爱习者治港 都是他的人治港 他治人治港 有一个特点 就是打得特别大 这个根本不顾及什么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这些 这些方案 这些规律 这些承诺 他都不管 这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就看那个铜锣湾事件你就知道 对吧 想抓人就抓人 不管一国两制有什么 有什么契约 这个 只要办成事就行 不仅对文人是这样 而且这个肖建华这个案子也可以看出 这习近平 这真是习大胆 这个一言九鼎 下面这些人维护对他的忠诚 那是不顾一切的这个舆论的批评 这个所以说 李嘉诚对这点是非常明白的 那么港版的国安法成立了 颁布了 国安委也成立了 人也可以随便抓了 小的抓了黄之锋 该派就派是吧 老的抓了这个黎智英 该派也派 管他有没有依据 有没有罪证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等于等于这个整个香港 现在就和内地城市一样 甚至比内地城市还要左呀 兴起了一股什么的 以吸引平 这个 几组路线啊 文化大革命 这个2.0升级版 这样一场运动啊 那么由此你去推断 韩正三月份 讲这段话的意思 非常清楚了 共产党给香港拿起来之后 先是什么 先把这些争取民主自由的 香港反送中运动 当作活跃分子 领军日务 先关进大牢 让他们晋升 然后再把媒体啊 反共的媒体 统统的这个扫地出门 下一步是时候呢 下一步他为了取悦于 取悦于香港的老百姓 尤其是那些底层的啊 这个在住房方面 面临着压力的年轻人 他会采取一个收买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兜地主啊 就是把这些大资本家的财产 拿来进行宰杀 分割一部分 给这个底层老百姓 就是解决房屋问题啊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香港 这个四大家族啊 郭德胜家族 李肇基家族 李嘉诚家族 郑玉通家族等等 肯定是将来宰杀的目标 这一点毫无疑问 假如习近平还干的话 搞终身制 三任四任 三界四界 或者终身制一直干 干到八十多 像毛泽东那干到死 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些家族统统统的 这个窍取好多 财产统统搞下来 那么正因为这样 李嘉诚看透了 就看透了这个习近平这个 一定会对他这个 这个第一个下手 说为什么呢 这有这么几个原因啊 我认为我猜测猜测 我没有什么证据 我是看网上这些消息啊 一个是 他们两个有敌伙 因为习近平他有个特点呢 他是牙齿必报 有仇必报的人 就格局非常小 和这波西莱是一样的 得罪他 他不忘 永远不忘 你要是有恩于他 他也不忘 他要报答你 王晨 帮助他考大学考上了 是吧 清华大学 你看他给王晨一个 人大副院长的这个职务干人 不管他有没有能力 栗战术是一把手 他二把手 你看都是他这些伙人 铁哥们 铁哥们就讲义气 我就 你就是能力再差 你要当国家领导人 把工作干砸了 干砸了他也认 你看这刘鹤不就是 和他是中学的同学 在胡同的体足球关系好 你看就让他担任 在中国贸易战首席代表 他哪能谈 他根本没这个能力 直到把这个综艺关系搞砸了 搞砸也不承认 还是要留口去跑 同样的 他格局小 你要惹他了 他给你报复 往死里报复 那么他和李嘉诚有敌伙 就是根据今天看到海外网站的一篇文章 说1992年 习近平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 福州有个古迹项目叫做三房九项 三房七项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建筑 是西纪末年就开始兴建 唐代有安史责乱之后 南夷的人便在这里居住 随着朝代的更迭 三房七项最初保留了明朝建筑 特点啊 林泽徐 左宗棠 冰心等历史人物都居住这个地方啊 你想这个地方这是人节地灵啊 历史悠久啊 故事很多啊 所以所以福州人讲呢 一片福州三房七项 半步中国近代史 可见地位超然啊 当时习近平他任市委书记啊 他想重建这三房七项 呃 但是他这个人文化素质差 他这个没有没有这个这个能力啊 但他有的时候也富庸风雅搞这个项目 结果呢 他把这个三房七项搞成什么 其文物商业旅游文化住宅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区域 李嘉诚呢 承诺投资三十亿人民币啊 亲自到福州参加奠基的仪式 呃 习近平陪同 呃 到处参观 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好像挺热乎啊 这个网上正好有个图片 给大家看看啊 就这篇文章里 呃图片来证明 不是我瞎编的啊 你看 习近平那时候挺年轻潇洒啊 和李嘉诚陪了来 呃 给李嘉诚忽悠来了 忽悠来两个人就建这个项目 结果这个后 后来这个项目呢 呃 出了问题了 那么根据这篇文章讲啊 呃 习近平重建这个三方起向失败了 呃 司政府和李嘉诚这个合作宗旨了后来 他把这个三方起向改计改缠 改建成什么呢 即文物旅游商业文化住宅和运落一体的综合区 李嘉诚承诺投资三十亿 还亲自到福州惦记啊 那么最后这个这个项目呢 第一期完成叫一锦华庭 落成之后 呃 有一些当地的这个叫光路坊和鸡批项 改成了马路了 呃 三方起向变脸了 变成两坊六项了 呃 李嘉诚被批评名为建古迹 实为发展地产赚大钱 那肯定的商人嘛 李嘉诚是个典型的商人 想赚钱 呃 西京又不懂这个古建筑 他又不细心学 因为他这个人 一般喝的喝 知道他人都讲 他人漂浮 呃 像每天场面这些事 讲究面子 迎送往来啊 这个呃 吃吃喝喝这套东西 他讲究这些东西 他不扎实做事 我看到很多的资料 也在洛杉矶啊 美国见到很多 和他合作过的人 讲啊 他这个缺点在这里 那么呢 没成功 双方都有责任啊 李嘉诚可能有短期行为啊 我投资把钱收回来 商人不都这样 结果他们两个 把这事搞败了 败了当时呢 这个他们的原本合约 签的合约是50年呢 但2005年呢 福州市政府就终止了 和这个李嘉诚合作了 收回徒弟使用权了 对吧 后来自筹资金 另外能整了30亿吧 这个项目完成了 也就是说双方合作失败 那个时候是胡温时代嘛 这个习近平调到这项身关了 习近平这些嫡系们 沿着这个事 延续这个事啊 受到了处分啊 落马了两个官员 都是习近平这个保护下的啊 据说这些人都是腐败官员 当地查腐败的时候 也牵涉到习近平 但是那个胡锦涛保他 啊 所以他就勉强过关了 没影响他这个党官 所以李嘉诚 对习近平评价是负面的 说他非吃中物 不是这个吃的里面东西啊 这个意思 他这个这个 能力不行 就这个意思 两个人 从此就留下这么一个过节 那么你想吧 这个事儿 我认为是应当比较可信的啊 符合人家平常和他交往的人的回忆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习近平 对李嘉诚不看好 反过来一样 李嘉诚也 也没想到 习近平能成个人物 因为习近平 就像李瑞甲的素质太差啊 李嘉诚 你想这么 力求完美的一个商人 他怎么可能 能想象到习近平能成什么人物啊 非吃这种物 结果人家成了龙了 是吧 现在成了中国现代帝王 他没想到 所以习近平肯定烦他 这是一个原因啊 这个时候习近平肯定也不会完事 难道就把矛盾 心理矛盾就消解了 习近平 你得罪习近平 习近平肯定放在心里 要叼拔的话 非非诚不可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这个李嘉诚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词句啊 这个黄铁自华何看再宅啊 这个事件 是不是啊 明显他站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学生一边 只是他讲的比较委婉呢 甚至他在这个东方日报 大公报 头版日报啊 头条日报 这个信报等啊 刊登的广告啊 黄铁自华何看再宅 这个事儿 影响非常大 他这个习近平肯定 这个生气啊 你想 这是一个问题 那此外 更早的追溯呢 根据这个网上 维基百科介绍 就李嘉诚呢 关于这个英国国籍的问题 他也想加入英国国籍啊 跟萨切尔夫人曾经有过的一些 一些交往啊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李嘉诚在这个1989年以后 他这个愿意投资中国的房地产 当时有很多位子都撤离了嘛 李嘉诚是逆流而上啊 抓住这个商机 和当时的中共这个权贵啊 这个江泽民关系超好 对不对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正因为他和江泽民关系好 江泽民认为他 忠诚于共产党 是忠诚于新疆的 是吧 人都撤资了 你来这个投资 就给他好处 所以在地产方面 曾经 这个囤地方面啊 给这个李嘉诚 很多的这个大肥肉啊 李嘉诚 这个发财和这个江泽民支持他啊 有相当的 很大的这个关系 这一点就毫无疑问啊 但是李嘉诚在北京 确实在囤地方面 这网上都有很多的消息啊 遭到了这个指责 有的这个地址 他拿到手以后啊 十年不开发 赚了很多钱啊 所以这个方方面面 对有人呢 对这个李嘉诚进行这个批评啊 而恰恰在这个房地产这方面 习近平一直在讲 房子要住的不能炒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所指的 当然他又不是单纯指这个 李嘉诚了 也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人们经常讲嘛 拒着有七屋对吧 你这个社会上 人间有这么多的人啊 你还能把钱都到你自己手里 你自己囤那么多地 老百姓没有放得住啊 那肯定了是吧 当官的多多少少 还得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啊 是不是啊 所以他囤地这个事 应该讲啊 就是习近平对他也 非常的这个 这个有意见啊 本人认为基于这几点 几点啊 主要是这几点 所以他下一步 掌控香港之后 他肯定会 把这个香港这个 这个四大家族啊 对他们进行大动纲割 一旦动 他绝对不会有什么束缚 你想他动肖建华的采取 这个措施 多么简单和粗放啊 这个香港那时候 还是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是吧 那结果派人 直接三十晚上 就在那个酒店里边 这个直接 就用这个车子推出来 推出去就消失了 是吧 你看他干这个事 干的是 那绝对是 不在乎外界的批评和议论 到现在位置 你看这个人 生不见识 死不见识啊 只见他的财产 有几千亿 最后缩水成零啊 包钢了 是吧 包头的银行 也破产了 他怎么在位的时候 不抓的时候 他怎么不破产 是吧 而且在这之前 前车之间 有五小回 你讲 也是两千多亿啊 连美国的马尔道夫 饭店都买下了 最后你看 一百多亿 全部没收啊 判十八年 财产权全家 强迫 人要关到死啊 接着就是叶简明 也没有了 是吧 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亿万富豪 在习近平这个眼里 完全就是蚂蚁一样 现在正在 采这个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 是不是啊 那么李嘉诚 一看这个情况 知道 大难来临了 跑一跑不了 因为他的资产 根据网上公布的消息 虽然很多呀 这个商业的版图啊 他的旗下这个 就估计五千亿港元啊 这个 而且这些财产呢 这个中港物业 占这个两千四百亿啊 占整个地产 王国的85%啊 你想想 人都是这样 你太财迷了 因为他发家支付不容易啊 最早从搞的塑料花起下 这些都不容易 又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中间曾经发生了 张子强事件 是吧 儿子 人家就卷起来了 差一点给干掉了 他觉得死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想这样 让他的后代 世世代代的啊 就传下去这些资产了 但是看习近平这个动作 落入习近平的 这个 这个手掌了啊 如来夫的手掌 没有想到当年 他瞧不起这么一个素质很差的啊 这么一个官员 竟然这个 成了他的决定他命运的人啊 那他肯定在想办法 怎么能够辟邪 辟邪 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放到阳光下操作啊 因为让海内外所有人都知道 我李嘉诚这个财产有多少 我这明明白白的 我们有这个 黑钱啊 你别以后给我掐家罪名 掐家罪名就难度大 你想这个吴小辉 这个财产怎么哪些合法 也哪些不合法 根本都不知道 就是法院公布那么个新闻就完事了 共产党掌握了公坚法司又掌握了意识形态啊 既能把你抓起来 抓起来 又能把这个 这个脏水破到你身上 是吧 让你业界 这个名也没有力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李嘉诚感到恐惧 恐惧 李嘉诚毕竟是经历这个大风大浪是吧 也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整个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看透了习近平 所以他知道 他的晚年呢 他的或者在他身后 他的儿子很可能将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他就提前赶快就把这个自己啊 这个旗下的长江失业集团的这些这些资产呢 全部塞在阳光下啊 找这个机会啊 据说这个披露的长达文字长达885页的报告 你想想 报告启动五家评估啊 这个估值十楼 这些评估啊 汉有啊 罕见的 毫不保留的啊 让这些塞在阳光下啊 这里面其中包括什么 你想这个遍布了这个香港啊 中国大陆英国新加坡澳洲和巴哈马等等啊 其目的就是叫什么 给这个预留这么一个提前这个做好准备啊 知道CAP肯定要对他就开干了 我认为这才是主要原因啊 那么今天的含乱七单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再见